來囉 K-O 同學來了 甜死人不償命 各國美食藏為記憶 這個是一份喔 再一吃 太多了 好甜喔 超甜的 早餐我就吃很簡單 就是一碗白飯加一些奶油和糖 Oh my God 好 怎麼沒有再加一點藥呢 你應該要再加一點藥喔 我吃話 吃話 吃美食也吃健康 專家這樣說 減肥可以多攝取一些優質蛋白 魚肉蛋奶 對 蛋 魚肉 對 魚肉 魚肉蛋白 魚肉蛋白 我最愛喝咖啡配甜點了 Alco 妳這樣子吃會餵食到逆流的 妳應該是希望她暈吐才對的吧 同學來了 真的吃吧 千萬五湯 這真的很難 譬如說工作很辛苦很累 你就想說不要再管健康了啦 就爽就吃了 對 尤其宵夜 對不對 對啊 你多吃一餐可能就少活一天 應該是這樣 會這麼嚴重嗎 對啊 因為為什麼 這個就是因為台灣很多的食物 其實它調味料放也很多 這樣才香 有些這樣才香 是啊 你有一些做法也是你用煎的 然後炸的 烤的 容易致癌 對不對 太甜 糖放太多不行 糖藥病 太鹹也不行 太鹹也不行 太鹹趕快去工作 是不是 工作做久一點 然後再賺一點錢 對 然後又吃了一頓 發現又太辣 胃潰瘍 全身上下都是病 怎麼辦呢 雞排一定要配手搖引 一定要爭住 對不對 奇怪 這好像是被商人規定 被制約了 靠餐 妳自己會不會喜歡吃什麼 泡麵 我超愛泡麵 泡麵一定要 真的嗎 對啊 不會胖嗎 有時候去旅遊還覺得 晚上那個泡麵是 一天當中最好吃的 比正餐還好吃 對啊 比正餐還好吃 還好 還有鹹酥雞 OK啦 妳現在可以吃 因為黑鹹瘦 真的 她現在膚色稍微 好不會聊天 稍微健康一些 熊熊說妳好不會聊天 對啊 她吃一兩天的事了 因為其實就是 她說這邊其實聊差不多了 對不對 今天除了台灣的飲食習慣 今天我們想要了解一下 國外的飲食習慣 好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藝人來賓 熊熊還有文綺 還有我們兩位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兩位 把我們把關的我們這個洪醫師 還有劉營養師 歡迎 好 真的不同的文化都會造成 不同的飲食習慣 我們今天有很多各國的朋友 請問一下大家有沒有 有什麼特別的飲食習慣 每一餐有沒有什麼必吃的 必吃的 有沒有 吃魚 魚 對 離開日本之後發現 日本人超愛吃魚 像我媽媽做的料理的話有 對 然後 日本腔好像越來越重了 對啊 聽不懂了 對 魚是魚 魚 一餐大概兩種的魚 對 然後早餐還有我餐還有晚餐 妳講什麼 有早餐有餐 午餐晚餐 聽懂了 好 然後呢 都有魚就對了 一定會有魚 然後有很多種類 比如說煎的魚 還有豬大魚 然後壽司還有鮮魚便之類 我們沒辦法沒有魚對不對 對… 但是台灣人的話 好像沒有從早餐吃魚的文化對不對 由台南人早上吃虱目魚 虱目魚湯啦 對啊 對不對 對… 在台北的話呢 台北 台北比較少一點 鮪魚 有時候吃早餐會吃那個鮪魚嘛 對啊 鮪魚飯 鮪魚泥啊 弄得三明治啊 也有 不會吃一條一條的 我見得日本人見得超愛吃的 那感覺魚很健康啊 很健康吧 因為這個就是 你看日本人其實蠻長壽的 吃魚是不是也有影響 吃魚是我們在健康飲食的代表之一 魚裡面有Omega 3的脂肪酸 另外魚還有一個特色是有維生素D 所以它可以 但是提醒一下 剛剛杜莉講到那個鮪魚啊 就是像鮪魚啊 或是那種大型的那種馬頭魚 鰍魚這種大型的 我們建議 馬頭魚 為什麼 馬頭魚鰍魚 鰍魚很好吃欸 馬頭魚很讚欸 因為這種大型魚 其實它比較有一個 就是 所以 對 其實我們國家有建議就是說 這種大型魚一個禮拜 最好就是不要吃超過兩次 尤其是有一些像特殊族群 比如說孕婦啊 小朋友 因為狗不會影響到智力 所以這個要特別提醒 因為我們在吃生魚片 常常會遇到這種味 妳說會影響智力 影響智力 所以吃多會變笨的意思嗎 對 會造成重新屬累積 如果吃馬頭魚變笨 吃太多的話 我是不是吃馬頭魚變笨的 太愛吃了 妳為什麼要怪馬頭魚呢 而且被孕婦不好 為什麼 我又沒有懷孕 那如果是醃漬過的魚呢 像鹹魚 對 之前在 對 之前有一個就是報導是說 在那個世界衛生組織 他有講到就是說 會吃醃漬的魚會致癌 它有這樣子的新聞出來 那我們要講清楚就是說 醃漬的魚有分兩種 一種是廣式的 廣式的魚是整條魚 放在木桶裡面加鹽下去 上面蓋重物下去醃漬 那個醃漬大概1到5天 通常他們在講致癌的 是指這一種魚 就是這種醃漬的方法 對 那我們一般 像我們台灣人很喜歡去居酒屋 吃的那種一葉乾 一葉乾嗎 花魚嘛 煎一下 對 那種是日式的一葉乾 它是整條魚泡鹽水 下去風乾完一天之後下去冷藏 那一種是不會致癌的 對 所以可能要稍微講清楚一下 但是如果你常常吃到醃漬的魚 其實不是致癌的風險 是會有 太鹹 太鹹啊 對 太鹹 這個是日本的 很漂亮 義大利的話 義大利很不一樣 我們的早餐 我們最愛吃的早餐 除了不會致癌以外 你可能還會有很多身體的問題 真的 自己都知道 自己也知道 叫 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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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蛋黃 砂糖 布丁 好甜喔 蛋黃 砂糖 布丁 但是我們是義大利人 是從小就這樣長大的 這個東西我媽媽 每個禮拜做給我兩三次早餐 其實很簡單 你看我們就是有 這個是一份喔 兩個蛋黃 然後有幾顆蛋黃 就是一吃的砂糖 一吃砂糖 一顆蛋黃 一吃砂糖 太多了吧 太少了吧 早餐就這樣吃 兩吃 我一個人喔 這給小朋友這樣吃啊 然後呢 做法 很簡單 就攪拌 醫生的臉僵掉了 這什麼 醫生嚇到 不過這個東西 我們在義大利真的是常吃的 而且我們可能可以培餅乾 變醬是不是 就變醬 就是攪拌到 但是蠻平均的就可以了 我有準備一份給大家吃看看 台灣為什麼叫喜盛島 其實都是跟飲食相關 我們很喜歡吃一些高油鹽糖飲食 接著就代謝症候群 就糖尿病 就高血壓 腎臟就壞掉 就洗腎 醫生 我跟妳說 妳喝完這一杯立刻會糖尿病 妳知道有多甜嗎 真的嗎 我剛剛喝了一咪咪 我覺得我 對 超甜 好噁心 我想要補充一下 通常我們不是這樣吃而已 我們會沾那個餅乾 那個餅乾本身也是很甜 所以也說 不是 甜再加甜再加甜 你自己有吃嗎 我自己有吃 我吃這個就可以了 你們吃這麼甜喔 甜喔 超甜的 很恐怖 這個像我們小時候 在喝吃那個叫煉爐有沒有 我們在吃那個清冰 都會加那個煉爐 煉爐 沒有 這筆煉爐甜 沒有 煉爐還有奶香味 它這個完全就是一個糖味 對 它沒有香味 它沒有蛋的味道 它完全就是糖 有點噁心感 這個大概會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我要講說它就是精緻糖 那精緻糖 比較容易造成我們的那些 我們講說很容易成癮 會有一個叫糖癮 你如果每天這樣吃 每一天這樣吃 你可能對 你會上癮 而且你的情緒起伏會很大 我們醫導師 對 這個真的要特別小孩 第二個 我不建議吃生雞蛋 你知道那個 你知道雞在生蛋 雞大便的地方 跟生雞蛋的地方 是同樣一個管道 所以雞蛋你要是沒有 它很多的菌會在 譬如說雞蛋灣有一個小裂痕 那個細菌就會從那邊跑進去 雞死人 對 雞蛋是一個很好的優質蛋白 但是我會建議它要煮熟再吃 尤其是一些免疫不好的 老年人 小朋友 你如果吃到一些半熟蛋或什麼 其實像之前有在流行那些 什麼禽流感等等那些 其實都有可能會從雞蛋 來做一個傳染 我覺得生吃真的有空間 這個出口是同一個 所以可能要 對 所以人家才講到說 生雞蛋沒有放雞蛋一大堆 因為他就看同一個洞 出來的都是大便 沒有啦 這個要乾淨的啦 通常你可以先洗好那個蛋殼這樣 甚至放在一個很熱的水 讓它的那個表面就比較 不過我們意大利也不會這樣做 就是會直接拿直接 講是這樣講 對不對 除了關在那個甜味而已 沒有在考慮那個營養的成分 唉唷 那肚立咧 對 肚立咧 美國應該是 醬料 醬料 什麼都很兇 對 這個很重要 醬料很重要 他講醬料講好像罵髒話一樣 什麼醬料 醬料超級重要 因為就是像我們美國人 就是每一餐不是有那個晚餐 一定會有沙拉 一定要有三 四種不一樣的沙拉醬 因為每個人喜歡吃的不一樣有沒有 那吃了這個我們要有一起 拉椒醬 因為這樣 我好想回美國耶 拉椒醬 如果美國的拉椒醬很好吃 你有沒有發現 沒有 台灣的好吃 台灣的好吃 台灣的是生辣椒 台灣會炒 對 自己炒 沒有 你們不一樣 你們偶爾會放什麼那個 拉椒油這種東西就不健康 很香啊 很好吃啊 你看 你都已經是醬料了 還要管他健不健康 所以還有什麼 除了辣椒醬以外 辣椒醬 沙拉醬 烤肉醬 還有番茄醬 那個芥末醬 什麼一定要有有沒有 天啊 你看 如果你加了有那個薯條 薯條 薯條 一定要加番茄醬或是沙拉醬有沒有 而且你加的時候 你會這樣加 不行吧 你不是用沾的嗎 Oh my God 沒有 那就是番茄濃湯加薯條 對啊 醫師的臉要僵掉囉 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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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括號 你看 這真的是美國 以前在美國加拿大 他們那個 就是這種素食店的Ketchup 都是自己去擠的 讓你擠好擠滿 而且每一次去台灣的那個 那一種麥當勞什麼的 都會超級生氣 你點一個薯條 他們給你一包番茄醬 不夠 一包哪夠 我一包拿來幹嘛 對 一包拿來幹嘛 很氣耶 這一種大薯條至少在 至少我可能需要 太多了啦 好可怕 杜利跟子龍一起去洗澡醬 對啊 杜利在泡澡的時候 是泡在番茄醬 洗澡的 好 美國 那那個 Brian 你們加什麼東西 我們馬來西亞的話是 辣 對 幾乎就是每一餐都會放到辣椒醬 什麼的 像吃炒飯會放辣椒泥 可是我們吃薯條會放辣椒醬 喝湯的話就會放辣椒油 湯也要放辣油 對 就是要 這麼辣 對啊 所以可能跟台灣比起來 會比較重口味一點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吃的時候很開心 大家都不管後果 對 對 辣的時候有時候屁股辣辣的 可能久了也會上癮 會嗎 他好像覺得 他覺得屁股沒有辣辣的 好像沒有排泄一樣 有些人會有這種心理狀態 要有著熱感 他就覺得熱熱的OK 熱熱的才有效 對 請問一下這樣子 這個吃辣的 還有像番茄醬 這都不行吧 對 其實像剛剛提到那個辣椒 如果你是吃新鮮辣椒倒是還好 因為你新鮮辣椒其實滿辣 也不會過多 可是因為如果你是吃的是辣油 或是辣醬的這一種 那會很容易造成對胃的傷害 所以我們很多像胃食道逆流 胃痛 甚至於剛剛其實那個 那個Ken哥講到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上廁所上不停那一種 其實吃辣椒如果吃太辣的話 很容易導致就是 對 太刺激了 太刺激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你要吃辣的話 就是要適可而止 比如說像新鮮的辣椒 那個就是一般我們切的那種 新鮮辣椒是可以的 就補充一下番茄醬好了 很多人會覺得番茄醬是鹹對不對 但剛剛杜莉講到說 他吃一包薯條要加五包番茄醬 通常 所以五包它就有十顆糖 十顆糖 它不只鹹它還有甜在裡面 對 所以你又甜又鹹 我覺得你可以找洪醫師掛號 跟子龍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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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因為現在大家年紀比較輕的時候 就還可以你知道嗎 擋得住 對 你慢慢慢慢這樣累積 會反噬你的身體 對…會反撲的 要小心對不對 可是講到辣 應該韓國才是最辣的吧對不對 我今天不會講那個辣的東西 因為已經大家都知道了吧 對不對 我是現在介紹一下就是 韓國是兩般小菜跟蒜 對 韓國就是 如果你點了一道菜 一定會有幾個小菜一起來對不對 所以其實外國人去韓國覺得很開心 因為可以試試看很多小菜 但是不像台灣一樣 台灣是吃熱的嘛 我們是就是躺一躺之後 放一些那種調料味 調味料做一個小菜 放在那個冰箱裡 對 我們做很多很多 放在冰箱裡 然後慢慢慢慢拿出來吃 所以呢 如果晚上很餓的時候 不用點那個外送 因為就一碗飯 然後各種的小菜 拿出來放在飯上面 然後辣椒漿還有芝麻油 就當成一個很好的 對 冰箱裡面有很多小菜 對… 還有其實 蒜是 我覺得韓國料理裡面最重要的 其實台灣人也是很喜歡 那個計算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 妳們怎麼什麼都要贏喔 還有呢 我們會說 好想贏他 什麼也要贏 對… 因為大蒜民國 大蒜民國 對… 對 大蒜民國 所以就如果每一道菜 都一定會有蒜泥或是蒜頭 如果沒有蒜頭的話 就其實沒辦法做韓國料理 蒜非常重要 蒜跟小菜 那醫生就是 下韓國這種小菜發酵過的 健康嗎 我們分兩種 一個叫 一個叫發酵 發酵 腌漬古代沒有冰箱 那食物不是怕壞掉 我們就用高油鹽糖去給它腌漬 那你吃到那個食物 比如說我們做很多的 那什麼腌肉 腌酸菜 那叫腌漬 那腌漬的 腌漬就是一個 吃到就是一個比較高油鹽糖的食物 那就不是那麼健康 但是第二個如果是發酵 比如說我們經過了一些乳酸菌 或什麼去給它發酵成的那個 那這個會比較健康一些 可是常常在發酵 又會加了一些鹽去醃漬 比如說我們在吃泡 泡菜算是發酵類的食物 但是它又加了很多的鹽下去 會又過於鹹 所以有好處也有壞處 那蒜我非常 生大蒜預防癌症 它生大蒜有那種大蒜素 有硫化物 有吸很多的東西 事實上是 的確是有 有它那個預防癌症的效果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 一天吃一顆生大蒜還蠻健康 黑大蒜是不是也不錯 黑大蒜也可以 天然的這些 蔥薑蒜 辛香料 其實是一個健康 只要你胃受得了的話 實際上可以吃 剛剛醫生提到胃 聽說日本一直以來 都是這個胃癌的大國 他們員工那個健檢都要檢查胃 沒錯 日本是我們壽命 全世界平時壽命最長壽的國家 可是他們也是 最鹹的國家 他們喜歡 你知道他們很多吃的 喜歡小一些醬菜 一大早就喜歡 早餐吃了西飯 想要醃漬物 這就是我剛剛講醃漬物 對 他們很像吃花瓜什麼的 一樣的食物 對 我們講說日本的文化 是一個比較奇怪 就是他有吃了很多 天然很健康的東西 納豆什麼 那也有一些比較不好的食物 醫師 醫師你其實有時候可以回應一下 他的笑話 不然他的笑話怎麼就掛掉 可以笑一下 置物 置物都放在置物櫃裡面 對 帶一個 帶一個他一個笑容 好 這樣吧 好… 但是其實韓國是很喜歡吃泡麵 韓國大家都喜歡吃泡麵 就是看韓劇不是什麼宵夜 然後什麼去家裡也要吃泡麵 約妳生也要吃泡麵 是不是 都很喜歡吃泡麵 每天吃 我真的 而且我最近那個 我搬家了 那邊就沒有什麼吃的東西 我就拿出來泡麵就吃 每天 對 但是我一個好奇 有一個問題 我可以問醫生嗎 因為我是很愛吃泡麵 我是不喜歡加什麼東西 只無二加蛋而已 可是我看有一些台灣朋友 就泡麵就加肉 青菜 可是那樣子會變健康嗎 我覺得是 都一樣不健康 對啊 根本就是不健康的食物 加什麼東西可能一樣不健康吧 都不健康是嗎 其實我記得小時候 我們有在做研究 我們小學在做實驗的 為小白老鼠吃泡麵 然後說會不會變成 防腐劑過多小老鼠就死掉 其實並不會 其實吃泡麵並不是防腐劑的問題 你們吃泡麵就等於一餐 我們講我們的有六大營養素 你吃泡麵你有沒有吃到蔬菜 有沒有吃到優質蛋白 有沒有吃到纖維素 有沒有吃到維生素 都沒有 就是精緻的那個碳粉一包 碳水化物 碳水化物 所以不是防腐劑的喔 不是防腐劑的問題 其實防腐劑還小 我的意思是說它是營養不均衡 我們都沒有吃到任何的 我剛剛講的那些 所謂的垃圾食物就是說 但是它沒有任何的 維生素 礦物質 纖維素 這些都沒有 所以我們把它定義叫做垃圾 就你可以吃得飽 可以吃到熱量 但是沒有營養 所以加的那些就營養 對 所以泡麵可以吃 我的意思說幾個 稍微把那個麵 有時候他們有一些添加一些東西 稍微把它燙過 把它湯稍微倒掉 然後可以自己多加一些蔬菜類 蛋白質類 對… 我都覺得營養… 基本上你有吃鮑魚龍蝦 就不要吃那個麵了 不需要泡麵了吧 也是 就是說妳可以加一些肉啊什麼的 但是那個調味料可以少放一點 調味料就是要放嘛 沒有啊 那妳現在有放肉了 有放蛋了 這個味道會再濃郁一點 就不要再加那些調味料那麼多了 就是吃泡麵三步驟 第一個就是不要選油炸麵 就是像現在很多珍珠麵 就是泡油炸麵的口氣 就是醬料醬包減一半 就是醬料醬包減一半 就是油包的鹹味減一半 沒有味道 他不喜歡 加油… 有營養師還有什麼 第三個 加蛋 味道會跑掉 加蔬菜味道會跑掉 對啊 怎麼辦呢 怎麼辦 那妳沒關係 妳就繼續吃 妳再曬黑一點也不會顯胖 沒有 OK啊 好像需要營養不良才對啊 好 我們剛剛講到說是必吃的 現在講說三餐大家平常都吃什麼東西 到底會不會越吃 多吃一餐就少活一天 會不會有這種狀況 來 我們來看熊熊的一天這樣吃 我自己的三餐 就是通常我早上起床會有點吃不下 因為我是很容易水腫的體脂 所以早上我一定會喝一杯黑咖啡 對 可是我喝黑咖啡之前 我會先喝溫水 為什麼 對 因為我覺得黑咖啡好像會刮尾 我喝個水墊墊尾 把它稀釋 在胃裡面 有用嗎 他這樣是智商有問題還是 對啊 對啊 對 智商有問題 這樣不行對不對 怎麼有這種想法 先喝水再喝咖啡這樣子 一點用都沒有 我想說這樣有一個中和的感覺 就是他自己在胃裡面會稀釋 那妳去住中和 對啊 怎麼會這樣 那沒關係 那我的早餐不健康 我的午餐算滿健康的吧 因為我本身 缺血 所以我午餐一定要吃 就是 午餐的話基本上我就會吃澱粉 就是飯 麵都可以 所以午餐可能就牛肉麵 一定要有青菜 就基本上我吃正餐一定要有菜 對 晚上的時候就是火鍋 因為我很喜歡喝湯 所以晚上 但是火鍋的湯我又不喝 因為我覺得那個煮太多 不是 我覺得那煮太多 我會喜歡喝清湯 就是那個湯要 比如說像那什麼 青菜豆腐湯 蘿蔔排骨湯 帶勾芡的湯我也不喝 對 所以我應該算健康吧 這樣一整天下來 除了早餐比較吃醬以外 其實熊熊稍微要改變的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早餐 因為早餐其實可以吃一點點東西 比如說如果你怕胖的話 你早餐可以吃一點蛋白質 比如說像茶葉蛋 或者是說比較是偏蛋類的 因為這樣子 真的嗎 對 就是 為什麼我一直覺得 用這種咖式來罵人也是很厲害 為什麼 對 因為你早上只有喝一杯黑咖啡 就像消水腫 對 那你蛋白質不夠也會水腫 真的假的 對 很多人會有名字 真的啊 對 所以其實你看它評估下來 蛋白質不足也會造成水腫 所以早上我建議你可以再補一個水煮蛋 另外就是說 還好它蔬菜吃得夠 那它就再補一個水果就好了 就是說吃了水果之後 可能會讓你就是頭腦比較清醒 也比較不容易水腫這樣子 為什麼一直覺得 可是 OK 這樣不錯啊 OK 那文綺呢 文綺應該比較糟糕吧 沒有 沒有 沒有嗎 糖給我多了一個優格 但是我們那個優格是健康的 而且我會選無糖的 那有時候我們去那個超市 也會買那個燕麥 就會把它加進去 就這兩個我會選其中一個吃 然後我中餐就會開始吃一下 因為我是南部人 所以我一定要吃鹹的 然後晚餐呢 我可能就是跟妳 我一樣 我一定要糖 一定要 晚上 那如果我不吃火鍋的話 我就是簡單去吃個廣東粥 但重點 我的廣東粥 一定要加肉鬆 但是這個看起來OK嗎 醫生 我覺得台灣人早餐 都有跟他們兩個同樣的問題 其實我會比較建議是一個 倒三角形的三餐 早餐要吃得最豐盛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 事實上最需要 白天需要有很多的精神力量 所以早餐要吃得很營養 像它的早餐只有優格跟咖啡 沒有任何的熱量在裡面 很容易會沒有飽足感 所以會建議可以加一個澱粉 什麼叫澱粉類的 你可以吃個地瓜 加個地瓜 或加個全麥吐司 再加一些蔬菜類的下去 那可以再加一點 好的油脂 可以加個堅果 或酪梨 這叫好的油脂 晚餐我比較有意見 晚餐吃得蠻豐富的 我最無法接受的是肉鬆 肉鬆跟我們的肉完全不一樣 肉鬆是一個 我們只是一點點的蛋白質 給它爆炒 加了很多的澱粉 加很多糖 油 去弄成一個 這是一個加工類的肉製品 所有的那些 我們講說好的那些蛋白質 維生素這些其實都沒了 它只是讓你吃到一些調味料 大家會誤以為說我吃肉鬆 就是吃到肉 就是要優質蛋白 肉鬆不是優質蛋白 這一定要知道 對 它是一個加工類的肉製品 很多營養素都不見了 趁現在醫生也幫我們檢視一下 這是我們三位的好不好 我的 來 欣雅先來好了 皮蛋瘦肉粥跟咖啡 我的這個是理想的 就是沒有在減肥的餐 OK 對 然後妳吃鍋燒液麵 晚上是吃馬格力特披薩 或義大利麵 問題在哪裡 問一下 欣雅 你的膳食纖維 鍋燒液麵 鍋燒液麵裡面有兩道 對啊 很少 對 很少 我們一天要吃到 我們的 即使天天五蔬果 天天五蔬果 大概只能吃到一半的12 13公克 你要從主食吃燕麥吃糙米五菇米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蔬菜水果 維生素C不夠 所以我是覺得 馬格力特有番茄 量太少了 我們所謂五份 比如說水果一個拳頭大就是一份 量太少了 量太少 但如果是減肥餐 譬如說我早餐吃那個 那個乳雞腿 中餐吃麥當勞的麥脆雞 把皮扒掉 晚上吃火鍋只吃菜跟肉這樣子 這個減肥很棒 沒有啦 都是肉 其實減肥可以多攝取一些 這是有些優質蛋白的喔 魚肉蛋奶肉 魚肉蛋奶肉 對 蛋 魚肉蛋 豆肉 魚肉蛋 再一次 黃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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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魚肉蛋奶豆 好啊 魚肉蛋奶豆 我舉例好了 只要吃個十分 好小 還要吃十分喔 你可以吃兩份的魚 真的被他同事看到會小丟臉 我們幫你修整一下 真的 好 我說優質蛋白就魚肉蛋奶豆 那你可以吃兩份的魚 兩份的肉 肉加豬肉 雞肉 奶就牛奶 羊奶 那魚肉蛋奶 還有什麼 豆 豆腐啊 豆漿 豆腐 豆漿這些都算了 可以吃到十分 蛋白質其實它的 我們講 它對於減重其實是有幫助的 而且提供足夠的熱量跟營養素 好 那接下來那我這樣子 主要問題是什麼 水煎包 肉跟米粉 Ken哥這樣吃其實就是傳統的 我們台灣的代表 因為他都吃的比較是 小吃欸 前兩餐 對 那台灣傳統小吃會有個問題就是 Ken哥的前兩餐早餐午餐 都是 高油 對 水煎包也是高油 對 水煎包啦 或者是剛剛提到的那種 比如說像油條 或是包起來的東西 肉煲 水煎包 煎餃這些水餃 其實都是高油的 它的油脂大概都佔70%以上 蛤 因為還好你放在早上 如果放在下午可能就會 更危險這樣子 然後中午的這個肉跟米粉 也是我們台灣傳統好吃的小吃 你可以加一點蔬菜就會比較完美了 然後羹湯就是不要吃 點羹湯不要喝羹湯 就是只有吃羹裡面的肉 對 吃料就好了 對 因為裡面的勾芡啊 它其實都太白粉 太白粉 精緻澱粉 在體內會轉變成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不曉得 為什麼它會發胖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太白粉 對 晚上我覺得你晚餐那一餐是最好的 因為你是吃日料 海鮮類的 日料海鮮它是屬於就是 所以我覺得晚上那一餐是比較好 半錢的 一份8千塊以上的東西 就沒那吃啊 其實 沒有 你要選這種便宜的 你選一個是貴的 我一個人吃 我剛好帶我們去吃 我剛好定位就是那些餐廳 對 來 那立東這個 早上跟我一樣 我說比較像日本人的吃法 它這樣是不是算168 這個就是 其實中午要提醒一下 像牛肉咖哩飯 燴飯這些 只要是這種勾在一起的 比如說像那種勾芡啊 或是這樣很多醬料的 其實它 對 所以 你的是裡面最爛的 蛤 你是真的 三人比較起來她最爛 真的假的 對 我還以為妳比較健康 最不健康的 醫生剛剛說 我已經算三位裡面最爛的 但是我不是最爛的 因為我們今天是所有人都有 假的一天吃什麼 我們有票選出前三爛 前三爛 前三爛 這是前三亂亂吃的 前三爛 好不好 我們來恭喜第一位 就是我們的子龍 很合理啊 合理 子龍 這麼爛 這樣子的一個搭配來講的話 是最不好的 其實它是典型的 就是 泡芙人的餐點啦 泡芙人就是所謂的 高糖高油的 尤其是早上 可送它是 高熱量 就是小小一個嘛 可是裡面油脂跟糖分很高 對 你的酒是每天喝嗎 對 其實 酒精就是喝油 所以我才剛剛講說 它是高糖高油的代表 所以如果你是每天喝酒 其實我們也稱為 對 就是酗酒其實就會造成脂肪肝 造成剛剛提到頭腦不清楚 這些都會產生 所以你的飲食裡面啊 真的是高油高糖的代表 所以要小心就是 建議 就是 血酸 血脂可能會過高 對 血脂會太高 要注意了 注意 好 接下來還有第二位入圍的 誰 就是我們的 杜莉 哇 這樣子我願意不好意思給大家看 像我們早餐我就吃很簡單 就是可能一碗白飯加一些奶油跟糖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白飯要加奶油跟糖呢 這是什麼 會不會吃起來呢 沒有 這很不合理吧 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小時候一個很愛的東西 就是 第一次你拿熱飯 你得到熱飯 然後你放一點點糖 以為用這樣的方式覺得健康嗎 你真的吃這麼多變這樣 那湯不要加像吳智龍那麼多 你就是照你自己 像我就差不多 我的天啊 有這樣吃 那你怎麼沒有再加 裡面再加一點藥呢 你應該要再加一點藥 你應該要加一點藥 因為 因為 少了一點藥 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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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的時候會很爽 我跟妳講 真的假的啦 也可以給Mana吃看看 對 給Mana吃看看 Mana很痛苦 她害怕 這個人找 Mana…來試試看 吃完以後請用日語一句話來形容 Mana想吐 Mana想吐 吃話 不好吃 那日本人 算 日本人 我們要有一個台灣代表 那當然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不要那個醬油 其實杜力我覺得那個早餐 你那個像那個豬油吧 你叫做甜食的拌飯 那個其實早餐那一餐是最不及格 第二個你的三餐加起來你的營養素 因為杜力你會發現杜力的體型是很大的 它人是什麼構造 人是蛋白質 那你體重越重的人 你的蛋白質一定要吃得越多 但是蛋白質是我們會建議烹調的方式 你可以用 都沒關係 但不要用 高溫去破壞掉它的營養 另外膳食纖維真的太少了 你的膳食纖維我們講 其實剛剛從不管主持人來賓 所有膳食纖維都不到我們希望的一半 膳食纖維可以把那些油 我們不是吃油鹽糖 可以包覆可以排掉 可是你沒有吃膳食纖維 其實真的要多吃一些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最 譬如說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代表 膳食纖維當然是分兩塊的一個 像我們的一些 什麼那個叫蔬菜水果那一類 一個叫 主食類的 主食類就是我們的 這些 那我們當然 其實那個杜力那叫 精緻白米飯 你可以改成一個 糙米飯 燕麥 那你就可以吃到不少的那個 膳食纖維 對 OK 好 也是需要很大的改進 OK 再來我們歡迎最後一位入圍的 就是我們的Bren 我跟他們 我跟前面兩位比起來應該還好 他的飲食型態就是 對 上胃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早上其實 你看他是屬於又辣又甜 那辣跟甜就是跟胃有關 所以他可能會有造成 他的飲食裡面啊 我們就採取除了傷胃之外 他是 因為大部分都是澱粉的來源 因為湯麵啊 這些就是糖的東西 所以你也沒有蔬菜跟水果 其實蔬果啊 我們在營養學上面來講 有一個名詞 我們叫做 OK 對 保護就是保護你身體健康 所以蔬菜水果你一天建議 至少要吃到 就是放在碗裡面 其實要達到這樣子的量 你這樣膳食纖維 就可以達到我們建議的3分之2 但其實這個 講到水果 現在的水果都越來越甜 對 跟我們小時候比起來 現在的水果都 大家都是越來越會 想辦法把水果變好的食物 所以才說晚上不能吃 所以他就越來越甜 現在都不太甜 對 所以吃水果也是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因為如果你打成一杯柳橙汁 其實你需要可能6到10顆的柳橙 可是如果你吃柳橙 你可能就是 對 你可能吃2顆你就很飽了 因為你吃那個果肉 有膳食纖維就很飽了 第二個 在吃水果的時候呢 比如說 像 芭樂 蘋果 然後現在有 柑橘類的 草莓 奇異果 這種都是屬於低GI的 那熱量比較高的 比如說像那個 蠔鹽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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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那個 榴槤 然後芒果 這一種 對 這五大類都是高糖分的 高糖分 那個芒果多甜 有夠甜 西瓜可以嗎 西瓜可以也超甜 西瓜現在也越來越甜 對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你要選擇 就是糖分不要那麼高 不會讓你造成血糖上升 第三個就是 真的很喜歡吃芒果 因為台灣就芒果 芒果很好吃 那就是 比如說我們一般的飯碗 我們一天最多就是兩碗的量 這樣子其實你也可以享受到 水果的美味這樣 OK 好 那今天呢 我們票選出來有一位 是我們洪醫師覺得 他會活得最短的 最短命的 活得最短的 所以洪醫師要給他一份那個 不是啦 兩份斷證明 喜慎優惠啊 或者看病的優惠 好 來 我們先請洪醫師來頒獎 其實這邊體重最大的是肚立 所以肚立真的是要多吃一些 蔬果跟一些優質蛋白 好 來 頒獎 為什麼是這個音樂 恭喜肚立白白的一張 一日洗腎 終身洗腎 這很好喔 肚立 對啊 恭喜 恭喜 這個OK啊 難道這個誰會OK 又會 都不用錢 都不用錢 快就死掉了耶 請替自己 請替自己 對啊 來… 要貼在那個 你家的那個三餐的餐桌上面 多吃蔬果 對… 我們剛剛是自己講自己嘛 現在可以互講 有一點時間互講 大家覺得 哪一國的飲食真的最可怕的 我今天來就是來攻擊韓國 你知道嗎 攻擊韓國嗎 真的 韓國的餐廳 真的是不乾淨的 我跟妳講為什麼 因為韓國的餐廳 尤其那些比較有名熱門的 就是客人真的很多 他們的人守不住吧 會發生什麼問題 你知道就是韓國他自己說的 他們會準備好多小菜 但他們那些盤子 就變成盤子下面會疊在事物上面 對… 這個很常見 我覺得超級不衛生的 就像我以前去韓國 也是遇到這樣的狀況 他們就是一手那一堆小盤子 都是小菜 那個盤子下面明明就很髒 可是它就是可以碰到 它疊到別的菜 疊到別的菜 其實全部疊是埃及的 對… 他每一桌都要發 對… 他拿了七八盤在手上 有點會沾到一點 所以我覺得超不甘心的 對啊 魯智善 有什麼要反駁的嗎 我沒有想過的問題 可是我覺得 有可能外國人來覺得 有一些人覺得 真的覺得怪怪 因為就是 真的晚的下面還要吃個菜 對 現準備菜的話 我覺得也是真的有 也有這樣子的餐廳 但是Mana妳要說 對 我之前 我們全家四個人一起去韓國玩的時候 因為我媽媽會學韓文 所以呢 我們半夜去了那個在地的韓國小吃店 然後結果回來飯店的時候 對 但是吃手機有兩個而已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連不下來 很痛苦的感覺 對 我是比較特別 溫馨怎麼樣 我去東南亞 妳也要攻擊哪一國 我沒有攻擊 剛剛都不在... 我這是要去講印尼 因為我之前去印尼工作嘛 然後那主辦單位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很大方 然後我們每一天喔 真的都吃海鮮 那其實他們的海鮮已經有重金屬 對 被污染 可是呢 我們因為便宜 所以我們去的 就是所有的男性工作人員 看到那些受不了 妳海鮮黑糕一定賣得很便宜 然後我們隔一天喔 我們要去機場 其實我們坐差不多六七個小時 所以我們在巴士上面睡覺 然後我就 我就先醒來 然後我轉過頭看一下有沒有人醒這樣 結果我一轉頭 有一個男的還沒醒 喔 海鮮吃太多 他這個吃太多了 他就是 升齊了 對 就升齊了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跟衛生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跟你講這個太尷尬了 真的 當下超尷尬 而且其實 旁邊都還有女生就是看到他這樣子 嘿 人家可能還在睡 就說起來看看... 起來看喔 這個一直是一個 就是大家男生都會講的是 就是因為海鮮吃很多 然後什麼會真的會 所以真的會病病給 它就容易這樣 其實我們的海鮮類 除了一些優質蛋白 我們常講叫 裡面含鮮量比較高 另外海鮮很多那叫 你每次再吃那些提神飲料有沒有 湯裡面就會補一些米菌 牛黃酸 這一類我們講說 其實你會發現男生會有那個 跟我們的一些素 一些雄性基礎 跟你的循環很重要 如果說你一個 所以營養正確 就是說海鮮能不能壯陽 或讓男生更有精神 這個在我們做的一個研究 只要你是營養好的 循環好的 還有多下一些 我剛剛講那些鑫 蜥這些元素 事實上 對我們那個是有幫助的沒錯 只是不能過量 過量其實 它有一些影響是 任何事情過量對身體 反而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這樣就了解了 但是在台灣其實我們 一般來講 現在飲食衛生什麼 應該都很不錯 還不錯 再也越進步 我覺得 對不對 大家覺得呢 台灣的飲食衛生 缺貨差 來 來 舉一下 這怎麼回事 不要這樣 不要為了發言而打X 對啊 怎麼搞的呢 蕊安妳也打X 對 原因是 原因是因為我在台灣有中毒過 中毒過 對 我不太敢去夜食吃東西 很多夜食的菜它是 然後那些廢棄啊 然後那些機車 機車的那些那些很不好的 採放廢棄啊 或者是靠輪胎很近 就是等於旁邊太多計程車 那個跟機車我就不敢吃了 之前我中毒的那個經驗就是 夜食吃夜食 其中一個是夜食吃夜食 後來我就從俄羅斯帶過 帶來那個 妳是說俄羅斯有專門在賣解毒的藥 就對了 對 那吃飯呢 這個要吃得開心 吃得要美味 但是最重要的 就要聽這兩位的 要吃得健康好不好 健康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兩位 謝謝 來